1941年9月,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带领调查组成员走遍了顾林县,开始了著名的顾林调查。 当时的顾林县在延安的东南及现在的延长县和宜川县一带,距离延安城100多公里,经济条件在延安属中有。 李卓然挨家挨户深入了解情况,叫什么名字,种了多少地,秋粮打多少,夏粮打多少,负担多少,你对共产党还有什么意见等等。 调查小组在顾林工作了两个月,各个阶层的人都见了个遍,工作做得非常细致。 特别是对1939年土改前后的农民经济生存状态,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。 这是一次科学系统而数据量巨大的调查和研究。 李卓然对各类问题列举分析,仅仅是各类小专题就拟了40多个。 经过反复修改,最后形成了十几万字的报告,顾林调查。 调查组的工作还真够扎实的,都说梅花香自苦寒来,不下一番苦工,怕是找不到问题的源头,不能为解决实际问题而提供可靠的依据。 确实如此,正是秉持着实事求是的态度,调查小组才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。 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,粮草的征收率较重于商业税及其他副业税收的比例。 清耕苦力的农民,有因负担重而出卖牛羊的。 这不实地调查,谁能想到,咱们根据地农民负担会这么大? 这一点啊,也调研清楚了。 1941年1月晚南事变后,为了保证前线部队的抗日和边区政府的正常运转,只能不断加大工粮的争较。 同时,大批爱国青年从国统区来到延安,边区托产人员从1937年的一万四千人, 上升到1941年的七万三千人。 生产的人少了,吃饭的人多了,这样一来,更导致农民的负担不断加重。 这样一来的话,困难实实在在摆在了我们面前。 怎么解决这个吃饭人多,粮食却不够的矛盾呢? 答案不就是我刚说那首歌吗?开展大生产呀。 孤林调查是中央在西北进行的系列调查之一,这些调查结果被汇总上去。 中央结合调查情况和部分部队开荒的经验,正式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, 号召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,克服困难。 机关、学校、部队全部参与大生产,当年的工粮征收数量, 也由原来的20万弹减到16万弹,迅速改变了群众负担过重的状况。 群众的骂声没有了,怨气消解了, 部队积养和各个根据地的经费问题也因此迎刃而解。 经常听到一句用来吐槽的话,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。 咱们看了顾临调查的前因后果,可以反过来问问自己, 理想败给现实,是真的败给了现实,还是败给了不了解实际情况, 没从客观实际出发,没研究清楚实现途径和规律, 就想当然的,我们自己。 你笑啥呀? 不是,你说的这个情况啊,让我想起了经典四拍。 哪四拍呢? 决策,拍脑门。 比如人家直播带货了,咱也直播带货。 干活拍胸脯,我行,出事拍大腿。 哎呀,咋成这了,事后拍屁股,走人,下次再换一件事,再重复一次。 所以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,这是一个治理名言。 2021年5月11日,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公布, 全国人口共14亿1178万人。 这个数字得益于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开始后, 在全国大街小巷、城市乡村繁忙工作的人口普查员们。 这项看似平凡的工作一旦成以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, 其工作量都会是一个偏文数字, 但繁琐的工作是有深远意义的。 因为全面查清我国人口数量、结构、分布等方面的最新情况, 既是制定和完善未来收入、消费、就业等政策措施的基础, 也为教育和医疗机构布局、城市服务设施建设、 城乡道路建设等提供决策依据。 更能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,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强有力支持。 你看,时代在变,形势在变, 时事求是却具有着以不变应万变的魅力。 我告诉你一个重大发现,什么呀? 我发现,古今中外所有的警察、侦探都要遵循一条探案规律, 推理加证据加动机。 我也发现,你说的这个呀,是操作层面, 那他们的指导思想呢? 指导思想? 你想想啊,和延安精神有关。 和延安精神有关? 想到没有啊,实事求是啊, 让真相大白还蒙冤者清白,将罪犯绳之以法, 必须从实事求是出发,不能葫芦僧断葫芦案。 老师,我国法律原则和延安精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间, 究竟有什么渊源? 说到这三者的关系啊,那就不得不提一个人和一部平戏。 人叫马希武,戏叫刘巧儿。 刘巧儿这部评剧,讲述了农村少女刘巧儿对自有婚姻大胆追求的故事。 心灵手巧,淳朴善良的刘巧儿, 自小由父亲做主,与邻村青年赵柱儿定亲。 在两人相爱后,刘复又贪图彩礼, 唆使巧儿退婚,嫁给财主王寿昌。 刘巧儿不允,便自作主张与赵柱儿定亲, 甚至发生赵家抢亲的一幕。 刘复到县政府告状后, 马专员没有立刻下定论, 而是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了详尽的调查, 还原事实真相。 最终用群众断案的方式解决了这一宗案件。 这一宗案件的审理, 极大的推进了婚姻新封的行程, 给边区的司法工作带来了一个崭新的新局面。 它对于解放区人民司法制度的建立与发展, 却曾发挥过历史性的积极作用。 对于新中国的司法制度, 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 这种深入群众调查研究, 实事求是, 方便人民的审判方式确实好, 而且这还是一次高质量的普法活动, 我要是在现场, 也得给马西吴点赞。 无论时代如何进步, 无论有了多么先进的技术手段, 无论环境如何变化, 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, 就能克服任何艰难险阻, 战无不胜。 我觉得马西吴的审判方式, 体现出了不畏成规束缚, 不畏刑事纠缠, 深入浅出, 细致自然的特点。 而且马西吴审判方式, 认真践行, 司法为民的理念,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, 尊重人民群众的选择权, 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,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, 依然焕发出新的活力与价值。 2021年1月1日, 是我国法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一天, 我国的第一部法典,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施行了。 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, 生老病死, 衣食住行, 消费借贷, 生产生活, 它涵盖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。 离婚, 先冷静三十天, 饲养动物损害责任, 职场性骚扰, 用人单位, 该单合作。 QQ号和游戏账号可以继承, 禁止高空抛物。 本台播发快评, 加强民法典读法, 保障民法典实施。 近年来, 人们生活中涌现出的各种新问题, 和大家关注的热点焦点, 都能在其中找到答案。 地族国家社会发展实际和人民群众需求, 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地升级和更新法律。 这既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,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, 也是实事求是路线的彰显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